非得忙非得早餐 我是台湾 108年4月10号星期三 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我们的机动朋友可能跟我的感觉是一样 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沈云聪 那当我们也不会演 就是我们有刻意的在排挤沈云聪 有嘛对不对 你也承认嘛 对就是我看到你之后 对我好像好像好一阵的没看到你 刚才还跟胖小子那边演双唐 对就我们想说怎么会排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没有看到沈云聪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已经到了门口还不让我进来 对就是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不过当然就说还是少不了你了 所以还是星期三的时间 我今天是站到录音室门口来 好隔周我们还是会请沈云聪 为大家做国际财经资讯的准备 好先从哪开始 那我们聊一个商业模式的改变的案例 好他应该在进行中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生意都有他的business model 简单讲就是你赚钱的来源 以及这个过程中的方式 我每次看到 但我现在没有那种的天分 像你开出版社 基本上都还是一个生意人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没有那种天分 但是我每次碰到那种 就是说我觉得很有那种商业点子的 我都觉得好敬佩 你不是没天分 你是没时间 你忙着你现在的事情 然后你其实点子很多 但是你因为忙到 你帮我解释蛮好的 我每次把点子丢给人家 我最近又丢了很多的点子 给一些企业界 因为你只有时间想这些点子 想到之后你就没空去往下讲了 也没空往下做了 你真的想讲的话我心里去了 真的眼泪都掉下来 语言的巨人 对我确实对言论的巨人 行动的侏辱 我确实是 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早讲 这个已经讲不完了 没办法 能者是如此 好吧来然后再来 那我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现在很多行业 被新科技网络的出现 破坏的破坏摧毁的摧毁 我们的媒体是最典型的 音乐产业 可是纽约时报又开始赚钱了 一点都没错 就是说过去这十年 基本上是我们刚讲媒体 音乐产业 设法在摸索新的商业模式的过程 音乐产业我们现在看到 已经摸到了串流了 这个新的商业模式了 媒体也渐渐发现了 在线上订户付费会员的 这样的商业模式 正在看起来渐渐可以站稳脚跟的味道了 那不然我们今天先来的这个故事 是华尔街日报上 最近点阅率最高的文章之一 它讲的是美国的汽车经销体系 的商业模式 怎么样 好 因为过去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你去这些car dealers 就是买车嘛 那通常这些汽车销售业务员 就跟你一样 这个舌头简直八成多烂 舌散莲花 讲话还不会结巴 反正想办法 而且很有谈判技巧跟训练 总之要凹到你用一个最好的价钱 对他来说最好的价钱 卖车给你 但是现在的麻烦是有了网络 所有的价格 所有的资讯 几乎都是透明的 而且很多人 没到经销商之前 早就把所有以前得靠 业务跟你讲的事情 早就把它摸透了 所以你去了 要去买车 可能就直接开出了底价 所以变成传统的汽车的car salesman 他能够争取的空间 利润都不是那么多了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 美国的这些car dealers 他在2014年的时候 毛利还有2.1% 到了去年只剩下1.2% 只剩下一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总要想办法增加收入 所以这几年 美国很多的car dealers 找到了新的赚钱方法 也就是额外的服务 额外的服务 我们英文叫做add-on services add-on加上去add-on services 那些add-on services呢 主要是三大类 第一大类 帮你办车贷 第二大类 给你延长保固 第三大类 卖车闲给你 为什么会说 他看起来会已经 正在摸索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呢 主要是如果我们根据JD Power 去年的数字来看 美国的car dealership 平均每台新车 卖车子 卖车子本身赚420美金 平均 但是卖这些额外的服务 也不多 420美金 平均 当然有人多 一万多台币 但是不只 所以要加上add-on services 908元 超过900元 所以价钱其实1000多块美金 其实不需要的了 所以像你这种超级业务员 一个月卖多几台 其实就躺着干了 你看像比方说延长保固 延长保固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 大概平均有四成有买 40% 到了去年增加46% 就将近买一半的人 就有买这个延长保固的服务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对车商来说 是一笔不无小补的新的收入 保固这个是一门 算是好生意 你现在即使买手机 买3C产品 买手机买3C产品 他都问你说 你要不要买保险 你有买吗 对 我没有 我最近没有买什么3C 那你之前那台 那就啦 但是帮太太买的时候会 有嘛 我只觉得就是汽车的sales car dealer 有真的第一个厉害归厉害 可是你当时在消费者的立地上想 比如说我最近碰到一个 一个朋友 讲他们的那个 讲他们的大楼的故事 那他们的大楼 因为住了很多的名人嘛 但是内栋的大楼呢 本身大概五年吧 那这些名人里面 大家的这个手头都很扩瘦 那其中有一个呢 就买了一台Tesla 电动车 很开心 但是买了 买了以后呢 他当然就就开始就 就要邀 就是来 来看他的车 不是看车 车大家都都看到了 但是他他车要充电啊 那那种那种大楼本身 并没有并没有针对 针对你你回头去看 你你接下去 你买买大楼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一块 有没有充电 你的地下室的停车场 第一个可能连插座都没有 连插座都没有 他在设计的时候 因为避免你 你滥用公共用电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地下的停车场 没有 的这个插座 每一个车位的周围 几乎不会给你插座 这个是台湾在 在地下停车场的设计的时候 经常出现的问题 所以你即使想要充电 一般的普通的插座 再拉线出来都有困难 再来就是说呢 他的那个充电的 充电的那个机 机组 其实也有点体积 好吧 那他要到装 现在还不是充电 而是整栋大楼的住户呢 管理会反对 说不可以破坏 就是说整个的 墙壁啊 对 通通都不可以 所以他那样在Tesla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他那样去哪里充电 都不知道 所以非常安全 就是漂亮很漂亮 但是就停在那边 就不能动 所以我过去就一直讲 就说 现在我如果是地方政府 再有任何新的建造的申请 这一块 这是必要的 节能跟所谓的电动车 一定呢 是我呢 重点强调的 就是你的新大楼 如果不能够呢 设计好 第一个就是说 达到一定的节能的要求 要有绿能概念 第二个 就电动车的这些呢 充电 因为你可以算得出来 现在你可能一栋大楼里面呢 有只有一个呢 喜欢炫的去买一辆 可是你可以预期三年五年以后 我今天电动车的比例 就现在只有Tesla 未来是很多品牌都会有电动车 对 就是说那个甜蜜点 可能在三五年之后就到了 那还不只是电动车 包括呢 Driveless的这些车 大概三五年就到了 我最近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BMW的一个广告 BMW的广告就是 有一辆BMW 那个镜头一开始的时候是 镜头在那边拍 拍那个BMW的那辆车 logoBMW 跑跑跑 然后在山路上面 在夜晚的山路上 这样子跑得非常顺 就是典型的BMW广告 突然那样子就刹车 就去刹住了 在黑夜里 在山路上面 前面是个鬼 OK 一个鬼站在他面前 长头发 劈头散发 一身的白衣站在他面前 这辆车停住了 这个鬼呢 因为它那是自动驾驶车 我看到这个广告想起来了 想起来对不对 然后继续讲 对 然后这个车 这个鬼呢 就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到车窗边 走到这个车窗旁边 鬼嘛 当然是把你挡下来 当然是要你的命 这鬼呢 走到车门旁边的时候 把门 啪 打开 那个鬼吓死了 里面没有人 见鬼了 啊 见鬼了 跑了 为什么是鬼了 怎么可能车里没有人呢 无人驾驶车 那你知道那个 那个其实 他特别告诉你就说 我们已经 on the way 就是你很贵 你现在可以买到了 就是这间的无人驾驶车 我们都已经呢 在最后的测试阶段 所以你下一辆车 无人驾驶车 机会是很高的 那你如果建筑物呢 没有办法去配套 你就完了 所以他不只是car dealer 会不会讲 而你car dealer 有没有办法去 如果我就car dealer 你要有能力去帮你的sell 你的这些 这些顾客 帮你的customer 去解决他后端的问题 因为人买车 有时候很冲动啊 特别是奶奶 像沈云忠 每次在路上看到哪辆车 他就点名就要了 对看到车看到女人 好那开回去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挺 能不能够用 尤其在台湾 他不是美国 美国大部分是house house是我的 我没有什么管委会 顶多呢社区的管委会 可是进到这个屋子里面 我有garage 那我里面呢 要装充电灯都ok 可是我们是在一个 一个基本上面呢 都是公寓大楼为主的 是 刚这个case 我觉得 据我所知 很多的特斯拉的业务 他还会去帮客户多想一下 有啊有啊 这台车开回去 可以在哪里充电 所以基本上会有充电的建议方式 好有压力 你不觉得吗 目前是这样子 就新科技的进展过程中 这没有办法 所以刚回来讲car dealership 他们额外卖延长保固 还有车贷 车贷它本来就是很大宗 因为这些dealer都可以直接从车厂那里 要的很好的利率 然后把它转贷给客户之后 赚取中间的利差 那现在美国其实84%的购车主 都是买新车的 都是透过经销商来办贷款的 所以这一部分会是经销商 很大的收入来源 接下来是更精彩的 车贤 车贤 因为除了传统的 我们现在怎么在假设已是病逝 之外 其实美国的车贤是更灵活的 它有更细的 例如车轮贤 车胎贤 你都花个五百一千块美金 你可以保证你在哪里抛锚 这个爆胎 都有紧急救援 总之买了这个贤 你就相对可以安全 还有各种的什么刮花险等等 其实你可以想想 对一个想要买新车的 尤其不太有经验的年轻人来说 或者 对 这一些小小的东西 是很容易被打动的 所以这一些现在已经是 美国的car dealership 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 收入的来源 不过至于 我刚一开始讲说 这是新商业模式的 运转的摸索过程 那你说现在 它未来会不会成为 固定的商业模式 坦白说 我觉得也 还是要保留 因为 目前为止 其实很多买车的人 现在为什么 你看像特斯拉 现在美国就 它是想要取消 经销商的做法 直接上网买 原因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现在网络上什么都有 什么都能买 那为什么不能买车 那如果 而且我们都 很多住在美国的 听众人们都 都体验过 Tealership的 那个 怎么说 轰炸 我在美国买过两台车 三寸不烂之手 最会讲的 天花乱坠 一直打电话给你 天花乱坠 所以其实很烦 很烦 然后 所以 如果可以有一个 很不烦的方式 让我更方便的买到东西 不二价 我也不用伤脑筋 多好 那现在虽然在车体的部分 已经某种程度 达到这个效果了 可是看起来 经销商又找出了新的 还烦你的方式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其实就是 变成你现在去 买车了 不再像过去那样 我只是 进去看车 买车 抹茶 跟你介绍车 不再是 因为介绍车的时间 大幅的缩短 看起来大部分买车的人 都已经研究过了 所以你已经决定要买了 价钱给你 满意 付送什么 满意 找我们来去办车袋 那个才是 新的花时间 跟耗你脑力的过程 可是我觉得 这个谈不上是一个 一个什么 多伟大的business model 它只不过就是 它本来就存在的 第一个 它本来在台湾 台湾的 台湾的西车 本来就要做这些事 第二个 它本来就只是 能够增加你额外收入的方式而已 或者它没有 它没有什么 太original 而且可以让你细水传流 创造出一片新蓝海的可能 对 但所以我说 这是在摸手过程中 就像我们的音乐产业 刚开始 其实也是东摸西摸 一下子要摸 摸线上串流 一下子要摸演唱会 音乐产业现在算了 我觉得音乐产业 当它开始进到数位串流的时候 像是这个spotify等等 这些是的 我觉得因为 你很明显的 它包括我在内 我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听音乐的习惯 以前我会觉得说 你要我去下载音乐 然后你要我在网络上面听音乐 我觉得好怪 我甚至会怀疑 就是说它会不会音质 各方面不是那么好 我还是觉得 我坚持要买CD 可是我很久没买CD了 你想买也买不到了 我连看都没有 我没有看到 然后我的车上 还是有一个CD槽 虽然它对我很好 从六片变成单片 可是即使单片 我还是用不到 那我就发现 现在你的线上串流 就是音乐 它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 然后你要的音乐 通通都有 每个月一开始就说 我要每个月付那笔钱吗 后来你也付得很习惯 一个月就是付一点点钱 然后所有的音乐都随你挑 我觉得它是一个business model的改变 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习惯 我觉得目前 你看像最近的新闻是 Apple Music 它的试探率超过Spotify 这个是很有象征指标性的意义 不过我心底深处 maybe我还是老派 也好 我其中还是对于线上串流 这个收听模式 有某种的保留 就是没有错 我可以很方便的 享有跟掌握 全世界所有想要的音乐 基本上你输入歌名 输入歌手 该有的都有在上面 虽然就是少数歌手 有时候很特立独行 刻意的不要 但除此之外 大部分其实都有的 但是这样的收听方式 它毕竟对我来说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是因为无法拥有它吗 还是它不是一个 真正让你保有这个音乐 产品的概念 也或许是我长期以来 对于网路的稳定安全性 很怀疑的原因 就是比方说 今天如果突然打仗了 停电了 没有网路了 没有路由器了 但是我不能听音乐怎么办 对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我的 我就算有CD 怎么办 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线上串流 把东西全部在云端 在遥远的地方 我要的时候再去取它 这个概念 我还是很老牌 我喜欢 但我还是很保留 简单讲是这样 谁说你有病 是吗 你知道看医生 我老婆都已经准备 把我的CD通通卖 不要买给我 他就觉得 你CD留着干什么 你很久都没有动了 大嫂那个CD 你明天我请你家载 然后占空间 我跟他讲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 我说 这个是什么什么的纪念版 那个那个是 是有什么纪念价值 但是你根本就 就不会听了 有啦 你还有那些AV片 那个很珍贵 没有 根本不知道放 不过 回过头来讲 卡迪勒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觉得他也是 还是摸手当中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 这对消费者来说 还是一个新的困扰 何况这些服务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现在还是有不同的见解的 有人认为有需要 延长保固当然也需要 因为现在的行情不好 大家车子要开得更久 所以延长保固是必要的 现在美国人平均 买一台新车 使用了年份 年度 你大概很难想象 原来这么长 11年 你这种两个月就换车 的人很难想象 确实超乎我想象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 美国应该换车频率很高 更频率 没有因为不要忘了现在很多baby boomers 老人很少换车 但也有人认为 这些额外的服务 不太需要 现在车的性能也越来越好 是 一点都没错 没错 比以前更耐用 以前三年以后 就必须要每一年检查一次 现在延长到五年 其实可以再延长 所以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未来还会在变形 例如 如果消费者是觉得困扰的话 我觉得未来这些经销商 会把这些额外的服务 一样得上网 一样得更透明 然后一样得是一个 package型的销售 在网络上卖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business model形成过程中的 其中一战 我觉得未来还会再进一步的演变 来在我们现场的沈云聪 来进广告 回头继续跟沈云聪聊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长江龙 礼拜三的时间 沈云聪的时间 再来 今年2019年 看起来是美国股市的IPO大年 IPO大年 为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的几个大的品牌 都会在今年IPO 看起来 Pinterest已经上 那个正在准备 Lift Uber AB&B 这几个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Lift是 Lift是做什么 Lift我记得 我在很多的机场 一样 就是一样 我们叫共乘吗 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 我在很多的机场 都会 都会 都会接到这个Lift的广告 对 对 就是一辆租车 OK 那就会让人想起 前一波的网络狂潮 这一波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 新的Bubble 正在吹涨 未必 未必 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如果 这几家 当然包括 2020年初 陆陆处计要上市的这些公司 基本上有几个特色 尤其是相较1999年的那一波 首先 目前要上市的这些规模都大得多 Bigger Much bigger 1999年 那一年 IPO的公司总共547家 547家 总共募到1079亿美金 但是呢 今年看起来加速远远少于500家 但是呢 看起来募到的金额会超过当年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现在IPO的这些公司 看起来都比当年要来的资深 成立的时间要更久 1999年 2000年 当年 平均这些IPO公司 在IPO的时候 它的成立时间 大概只有4年到5年 4年到5年 Amazon还记得吗 它其实IPO当年1997年的时候 它只成立了3年 3年就去上市 大部分的细股的企业 当时 他们都会 给自己设定目标 大概就是我3年 就差不多 结果现在更短 当时有一个很红的宠物网站 叫做PET.com 成立一年 它就上市了 还有一家卖玩具的 叫eToys 两年就IPO了 而且IPO的时候 大家要鼓掌 因为觉得它会破坏 当时的玩具反抖层的 business model 所以一度它的市场估值 比玩具反抖层 还要来得高 可是它其实很快就倒了 这待会儿我们再讲 但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 看起来这些企业都成熟的多 毕竟像当年 像Amazon这样的特例 非常的少 今年要 以去年来说 IPO的公司 平均成立年数 12年 12年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首先成熟的很多 也因为成熟的很多 接下来他们的营收 也比过去IPO的公司 要来得更高 当年的营收 当年IPO的公司 在他们IPO的时候 营收的中位数 1200万美金 也说很多 大概加加减减 卖广告 一些收入 大概1200万 而也 但是今天平均的 不叫平均 叫营收的中位数 是1亿7300多万 你可以知道 这中间差了10倍以上 所以代表说 当你有更多 更高的营收 代表你有更多的 现金收入 你有更多现金收入 你就更耐烧 的意思 就体质比过去 要好多了 对 所以 大体来说 这一次的IPO 会跟上一次 不太一样 就没有那么bubble 没有说 大家还是在 在炒作 还是有很多的话 不过看起来 基本的体质 会比当时好非常多 不过对散户来说 也不是完全的好消息 大家还是要去注意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Amazon Amazon当然是如果 当时你买 是太厉害的 一个投资了 因为它在IPO 当时营收 只有 只有1.5亿 1亿多 今天 它的营收 2000亿 当时的市值 IPO的时候 只有4亿 现在 9000亿 所以你在当时 买Amazon 1000块美金 现在变成100万美金 这很厉害的羡慕 不过毕竟是少数 所以就离婚了 听起来很羡慕的 所以就离婚了 对不对 如果只有4亿 就不会 对 不过以今天的状况来说 我拿Uber来说就好了 Uber2009年成立 它如果今年或者明年 要IPO大概成立的时间 10年到11年 但是IPO的时候 它是已经要估计 可能会有1200亿了 1200亿 换言之 已经搞得这么大了 所以你未来 就这么长期的 获利空间的几率 当然也低得多 再来第二个 对散户来说 未必是好的消息 就是大概还是要 保持警觉的原因是 其实现在这些公司 虽然成立的久 还是有很多不赚钱的 还是很多不赚钱的 而且甚至比当年还多 在美国股市 1980年代 IPO的公司当中 没赚钱的很少 大概只占25% 有时候你公司必须 很漂亮 很赚钱 财报很好看 IPO你才有面子 你跟台湾一样 台湾都要求你 三年才会报表 每年获利要达到多少 才给那个 所以它变相的 就要让大家去做假账 一点都没错 没画账面 但是以去年来说 IPO的公司当中 跟你猜猜多少 比例是不赚钱的 有一半吗 八成 真的 但是也因此证明 他们真的是需要钱的 这才有IPO的动力 IPO就是我要在资本市场筹钱 我要跟资本市场对话 让资本市场相信 我现在虽然不赚钱 但是我未来会赚很多钱 我有未来性 这才有投资的价值 我说实在当一个 你从一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 一个已经赚钱的企业要上市 你从逻辑上面来讲 那你上市干什么 你都已经赚钱 而且看来财务报表这么漂亮 你赚钱干什么 一点都没错 所以我们从投资人的角度 跟一个资本市场角度 是不一样的 投资人角度来讲 我当然要买一个会赚钱的公司 可是投资市场的角度来讲 投资资本市场 就是让你来筹募资金 你已经赚钱了 你还筹什么 除非你说我要一个扩充 那个是另外一个理由 但是真的需要钱的 就是应该这种的不赚钱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棒的故事 有未来性 然后来读读看 你到底对于产业的知识 跟愿意冒风险的程度是多少 那才有意义 对 所以以现在的这些上市的公司 我们刚刚综合起来这几个特征 你会发现 如果他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都还是不赚钱 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比较像是 有一个说法叫他们讲慈善事业 什么说他是慈善事业 就是他去向这些有钱的创投 有钱的天使 要来了钱之后 做什么呢 服务你 他提供免费的网络给你用 Apps给你用 用免费的脚踏车让你骑 或者很便宜的脚踏车给你骑 提供很便宜的服务来方便你 这像不像慈善事业 像 你只是股东回馈而已 真的 不过当然未必如此 因为所谓放长线 他会发现 我看华尔街日报 应该是华尔街日报 他有引述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现在很多科技业的制胜 已经从原本的叫 先做先营 当年的网络泡沫 大家都抢了要先做 叫做first mover 第一个采取行动的advantage 已经变成现在叫先平台先赢 叫first scalar 先把规模给做大 谁才能够赢 所以换言之 你先做不代表你能够赢 你必须做了之后 持续把自己放大 把别人挤走 就像Facebook那样 就像Uber这样 尽管你这个过程中 像Uber 还没有任何一年赚过钱 但是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很大 他在美国市场 虽然他在亚洲 不是很厉害 现在Bagrad打得很惨 但基本上是这样的商业模式 没错 所以简单的结论是 如果你是散户 看着这一波的IPO大潮 你要几个心理准备 首先爆赚的几率会比过去低 但是失败的机会相对的也低 OK 为什么 我看爆赚 它是一上市规模 就已经这么大了 像Amazon那种年代 不是那么容易再找到 但是相对的 他们现在的规模够大 资金也更雄厚 所以说短期内 像刚刚讲的 两三年内就再见的 例子也相对的低 再来第二个 这些公司看起来 当你选到营收越高的公司 成功的机会也越大 OK 1999年的那一波IPO 在三年之后 营收一亿以上的表现 远比一亿以下的 要来的好得多 所以这一波看起来也是一样 因为高科技公司 有个很重要的特征 因为它cost是fixed 基本的成本是固定的 它说不像我卖东西 我生产塑化 有原料是变动的成本 但它基本上 比较少这样的部分 所以当你营收越高的时候 代表你的毛利也越高 你也可以撑得越久 再来如果真的想要关注的话 建议从大公司看起 会比小公司要来的安全的多 我们刚刚讲1999年 800多档公司当中 272档 在5年之内 市值蒸发9成的 高达200多档 所以你就知道 小公司很危险 那是叫网路泡沫化 对到2002年的时候 整个的网路泡沫破裂之后 当然就让大家重新的检视网路 那时候也曾经有 也有很悲观的论调了 觉得网路是虚幻的 不过你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 你最早知道 那个时候网路 会去给你虚幻的感觉 现在并不是 网路现在比实体更实体 所有的实体都可以在网路 甚至于再过几年 你可能会发现 你要再区分什么 什么网路公司 已经没有 因为每家公司 都是网路公司 都是网路公司 不管你卖什么 不管你做什么 提供的是服务 还是实体 都是网路公司 进广告回头了 非得摸网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星期三的时间 沈云冲的时间 再来 你最近是不是去整形之类的 我看你皮肤有点变好 只有你关心我这件事 真的 来我们接下来聊一下 肉毒感菌 我们在现在 其实全球除皱纹市场 是非常非常庞大 那是上千亿美金的 他基本上 现在去做这种的 微整形 他已经 他已经不是什么 生活中的大事了 他已经轻便到 好像到健身房去运动 运动一小时 真的 或者到便利商店去买 买个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真的 就这边打几分钟就结束了 然后看到这个整形的 整所的广告 OK就进去了 进去这几分钟就出来了 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 主要是最近有个新闻 FDA他在今年2月的时候 核准了一款新的除皱药 那是加州一家药厂 Avalos推出的 那自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这段时间 Avalos 尤其最近上这两天 股价猛涨 股价猛涨 那高盛 几家投资 现在就开始在重新看 这个除皱市场 未来可能的变化 因为目前在除皱市场上 第一品牌 都还是那个艾迪根旗下的 肉毒感菌Botox 市占率大概在除皱市场里面 占70% 那另外还有两大 一家是DiPort DiSport 另外是小米 但是Mercy药厂的 这三大呢 光是在美国 去年就有700多万次手术进行 如果全球加起来 当然数字根不得了 但是呢 大家知道 肉毒感菌 虽然很普遍很常见 但是现在新推出的 就是很多的消费者 现在用久了 都觉得 要么觉得 两个月嘛 两三个月 就再重新打一次 有没有更 时间更久的 例如刚刚讲的 这个新款的药 据说一些另外的药 现在还有另外一款 它标榜说 可以支撑更久 也代表着说 你可以挨更少的针 可能一年就要两次 就行了 所以高盛预估 假如这些药 新药都陆陆续续推出 而且经过FDA核准的话 那刚刚讲了 爱丽根药上 可能就会大麻烦 因为 Botox 肉毒感菌的市占率 很可能最严重的状况 会掉20个百分点 就是从现在的70% 会掉到50%的市占率 那我是说 有这么一个产业上的 新的变化 所以这个跟高科技是一样的 那 我认为以后的 就是说这种的 微整形的市场 它会变成就是 就像是便利商店一样的 就是连锁 加盟 甚至于可以会员制 因为那个技术难度不高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些什么 比如说除斑 或者是肉毒感菌 这些都已经是 很low end的东西了 就是基本上每个医生 大概都会做 技术的差别也没有这么大 所以它可能就变成是一种的连锁 你可以用会员制 你今天在这里可以做 在那里可以做 它基本上大概可以办到这一点 中午你去吃饭了 不 我去 今天我要去一下 要进场 打几针 对 就要进场保养一下 真的就是一顿午饭不到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了 当然有一些的 有一些工程比较大的 就是台面上面有一些的名嘴等等 发现它突然消失了一阵子 出来了之后 荣光幻发 看起来不像六七十岁的样子 你就是进场 进场大修过 但是你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进场大修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 不晓得 等于就是进去探个头发 染个发 剪个头发 那个时间差不多 吹个头发的概念 真的会走到那一步吗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跟十年前比 就已经非常的明显 二十年前 任何一个公众人物 如果他有去做整形美容 他会觉得 这个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偷偷的做 而且还要否认 对 就是我一定要否认 就觉得 我那是真的 我鼻子是真的 我眉毛是真的 都要强调自己是真的 你即使到现在 你都还会看到那种的 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体 五官的处女情节 就是我这是original的 原装的 都还没有用过 没有被改过的 没有动过刀的 对 那你还是会看到 有一些的艺人 如果他只是说 他什么地方有动刀 他说跳到否认 不 因为他讲那个不的时候 不只是否认 而且带着某种骄傲感 你娘三成就这么漂亮 这不是假的 这都真的 当然从一个 从一个视觉的角度来讲 我管你真的假的 看起来漂亮好看 比较重要 OK 但是他表示 还是有那种 就是original的 这样子一种的 一种的感觉 可是最少现在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面 大家对整形美容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很轻松 还会彼此交换 消费资讯跟体验 心得 哪里便宜 哪里好 哪一个医生不错 我曾经暴露一个国家机密 我这辈子打过一次班 就被老婆抓去的 那个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因为老婆要除班 有一些的 Buy one get one free 也不是 就是反正叫我去 因为我以前喜欢骑脚踏车 那个脸上的赛班更多 然后就叫我去 好去 然后 因为快过年了 因为这个过年有长假 可以稍微做一下 然后就在那边涂了药 就坐在那边等 那那个一排呢 坐了三四个人 那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 是苏起 他也是被陈月星拉去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涂了药 在那边慢慢慢慢这边聊 就是 对 待会儿我就暴露了 就是说 苏起是有做过的 对 那他表示这些呢 都已经不是什么big deal 就是不用把 不用把他想的这么的严肃了 技术难度呢也不高 是啦 我觉得大家都 都喜欢自己看起来 开开心情美美的 对 而且现在越来越长寿嘛 你如果只长寿 但是不能够在外表上面 看起来年轻 你还是八十岁就八十岁的老样子 九十岁就九十岁老样子 你会觉得那个 那个长寿 不会让你有太大的兴奋感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八十九岁看起来 还是 还是四五十岁样子 哦那个 好啦 我 算了 我以后多分享美容产业的新闻 当然美容的 美容新闻 你看到现在有多少的电视节目 基本上都在讲废话 明明就是一大堆的置入 管你什么 什么 什么女 女人我最差等等 如何如何的 都一样啊 就是 就是一堆人 就是说 然后呢 然后呢 把一些 把一些平常私底下 讲的一些的 一些美容生活的资讯 反正把台面下的话呢 公开讲一遍之后 就变成节目了 哎 我 讲了电视节目 就不想再讲 嗯 好吧 就算了 但是我 我只告诉你说 那个时代 真的 已经到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担保 就是沈云冲 Original 沈云冲 没有人动了手术 还长这个样子 那 那 那医生就要 要被告了 感谢沈云冲来 谢谢 下回聊 今晚就好 回头新闻